公元1523年 加近二年 才学过人 但一生坎坷的唐颖 在江南撒手人寰 去世前 他挥笔写下四句诗 生在阳间又散场 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聚相似 只当漂流在异乡 同年 唐颖的一位好友王宠 在一幅名为 西山余影图的画卷上 提下一行字 这是唐伯虎生前赠予他的礼物 那个狂傲风流半生的唐伯虎 已经逝去 留下的也就只有这些字画 乾隆曾给这幅画提下 鱼影二字 点出了整幅画的主题基调 画中先出现的是轻松担风 接着小船渔人缓缓出现 在行人各自活动时 瀑布清泉流响 小小的江南一景 却是让人无比的心安 戏观这幅画卷 似乎看到的是烟波浩渺 水雨蒙蒙的烟雨江南 倘若身处其间 与渔翁垂吊避溪旁 时而闲聊去世 时而静观江南美景 这种惬意与舒适 又有谁能不沉醉呢 唐吟在画完这幅画后 在其画卷上 却提下了这样两句 颇有意思的诗 太平时节英雄懒 湖海无边草则深 可见 看似潇洒的唐吟 始终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一腔抱负 明明是满怀信心 进京考科举 想的是至君尧顺上 在始风俗纯 可怎么就被打落了谷底 一扁再扁呢 唐吟想不通 这时宁王朱成豪 听闻了唐吟的大名 特地让人来请 唐吟以为自己人生的春天 终于到来 欣然前往 可是到了宁王府之后 他才知道 原来朱成豪老早的 就打算起兵造反 跟北京的皇帝诸后赵 摆摆手腕 得知真相的唐吟 吓得背后一身冷汗 当年他不过被诬陷为科举舞弊 就导致人生陷入低谷 甚至各地的官员 即便有欣赏他的 也因为这个污点不敢用他 而这次宁王要干的 可是咬掉脑袋的大事 唐吟此时已年近半百 哪里还敢待在宁王府 只好装疯卖傻 让宁王放他出了王府 这才保住一条性命 晚年的唐吟是孤独的 父母死去多年 曾经的发漆离他而去 好友多年不曾来往 想当年 文征明劝他收敛自己的性格 他却放言与其断交 十多年间 只有山水 只有极卷宣纸作伴 让他能将所看景色 心中所想 挥毫于纸上 留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 墨宝画卷 世人皆只看到 那个自意狂放的唐伯虎 却无人看到 半百之年 还要为生计奔波的唐吟老人 他的画品大多为了生活变卖 去世之后 还是好友文征明等人 凑钱将他安葬 那幅唐吟的西式之作 西山鱼影图 则到了好友王宠手里 因他的女儿 嫁给了王宠的儿子 两人成了亲家 所以也有说法称 这幅图卷 本就是唐吟送给王宠的礼物 明清之际 这幅图一度遗失不知所踪 后来才在民间找到 被收入清内府之中 乾隆对这幅画爱不释手 乃至宣统年间 清帝退位后 此画随即被收入进故宫博物院 当时故宫博物院 还请了多位书画大师 一起共同鉴定 结果得出的结果却是 这幅西山鱼影图 是代笔而非唐吟真迹 后来有人指出 此画上面的王宠等人提拔 认为唐吟的至交好友王宠 应当不可能认错这幅画 而且上面王宠的提拔足以印证真假 所以此画确实是真迹无疑 风流一声的唐吟唐伯虎 那些看似潇洒的诗画里 又有几处是真正的潇洒呢 所谓的狂傲自艺背后 恐怕还是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吧 内容著作权归宗雅文化所有